新生蛋夯團OZONE8月3日將唱進台北小巨蛋 經舉辦記者會宣布門票即將在6月1日開賣 唱片公司事先準備肌肉猛男合成照 要六位大男孩好好把肌肉練起來 OZONE也分享他們的健身進度 他已經有肌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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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我媽 有啊有耶 哇好深啊 好深啊 六位肌肉了 他練到了 這邊都找青筋 抱青筋了有沒有 做到 OZONE出道一年半就在台北小巨蛋開歌唱 成員們期待又緊張 也預計在三個月內完成體能 唱跳健身等目標 目標在演唱會熱歌勁舞156分鐘 練跑時加成也會請文婷幫他按摩 然後我都會幫他按那個 屁股那邊的臀中肌 因為一開始跑的時候 臀中肌 臀中肌在哪 就屁股 就屁股 要試 那我先不要吃飯 加成也被團員指出是最固執的成員 不過OZONE也在這段期間感情越醜越好 還坦承相見 我們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們 我們三個人 三個人睡 那邊的浴室不知道是什麼 都全透明 對 對 全透明 對 就在那一天 我們三位就坦承相見 誰跟誰 我跟主彎跟換主 對 稍微像小男孩了一下 哎呦 腹肌練得不錯 我們三個 我們那天是工作到很晚 大概三點多 然後我們聊到早上大概五六點才睡 對 我們真的聊很久 聊工作啊 聊感 我們對 對方 對 對 對啊 因為那陣子在吵架 不是 不是啦 不是真的 因為我們那陣子在吵架 所以那時候 需要安慰誰 他感情比較好 就那時候好像是 我自己比較低 我跟換君在吵架吧 然後 就是我跟他說舞蹈那個 因為他是雕舞的 然後 沒有 因為他會覺得說 怎麼會一直做舞蹈 然後他會來問我意見 然後 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可能講話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他自己聽了 就會覺得有些不舒服的點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那一天就是 蠻多溝通 會是在 跳舞上 跟我們 對話上面 看我怎麼的Ending 對 擁抱還是 就是擁抱 真的是擁抱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有點記仇 因為就是晚上睡 然後就是睡覺啊 然後 因為我們三個人一張床嘛 他睡中間 我睡右邊 主蛋睡左邊 他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把我抓起來 然後往中間摔著 然後往外面也睡 這樣 沒有啦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睡很擠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 爬起來 然後 因為我自己睡覺是蠻敏感的一個 然後他起來 我就這樣 昨天怎麼了 他就這樣 然後就 就繼續睡了 他在你一下中間 對對對 他就是直接用拖的 你知道嗎 我以為他有點夢遊 對 而且 我真的認真 重點是他起來以後 我說 蛤 怎麼了 我真的 昨天怎麼了 怎麼了 他就 然後就收回去 好啦 和好了 沒事了 沒事過就過 沒事 沒事 下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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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英文 陳德馨 採訪報導